好不容易結束英語連綿的天氣 早上十點不到 天原宮就開始出現大批人潮及車潮 停車場停得滿滿滿 而小英巴士宜蘭蘭開進天原宮 更是帶來大批人潮也帶來前潮 許多攤商早就進駐 不論是十八王宮的肉粽 同步的花枝丸 甚至還有附近居民 拿出自家手工的操阿貴 就是想要大賺跟花財 人家對 對啊 我們就有一點點 我自己做的 手工的 因為做不做的 我都現在才給你做 因為 天原宮叫我自己做的 對 天原宮叫我自己做的 我這家出口很好吃 我們這邊已經賣六年了 賣那個包姜黑糖饅頭賣六年了 那不是只有花季在那邊 對 對 只有花季在那邊賣 賣力推銷自家商品 攤商表示 每年一個月的花季 天原宮都會有多大量流潮 但今年天宮不作美 英語連綿的天氣 不但讓花礦受到影響 就連人潮都不如以往 也讓他們感到好奈 你人看久 有什麼意見 因為英語比較沒那麼漂亮 我也不知道 天氣更好懶 對 現在的天氣也比較沒好 對 現在也比較沒好 沒有比往年多 一年比一年少 可能這兩年的天氣的關係 影響那個花吧 花的 開的那個週期就是 如果天氣放晴的話 它花的 開得很漂亮 那因為又是三天放晴 又三天下雨 所以它花就開得比較緩慢 沒有那麼漂亮 沒有那麼的茂盛這樣子 人潮也減少很多 而根據統計 每年的櫻花季即使是平日 也都會湧入數萬人 看準這樣的商機 無論是外地的餐飯 或是在地的居民 拿出自家的青菜 及手工小吃 就是希望能夠趁著花季 來發一筆花財 記得陳柏惟 淡水採訪不到